你知道吗 原来这些东西都来自云林 番薯片 运动完就像是鸡胸肉配 将军 等到才两天 我们的军校就只剩下两周了 后勤呢 都还是艰难以估计 这样下去 无为常会失败的 我原本不想用这招的 各位 我们来种番薯吧 最后 种出了可以吃三个月的番薯 成功驱赶荷兰人 可以说 当初正成功 就是靠着种番薯 打败荷兰人的呢 你怎么也在这 说到番薯 在台湾粮食史上 可占有重要的地位呢 都穿越了 竟然还这么人机 台湾在开荒时 因为土地平级 大多都是先种番薯 稻米不一定种得出来 是啊 那为什么是番薯 噶马兰亭制 是这样形容番薯的 凡其吐沙粒之地 皆可种 植物板小强 抱 你们家里扣 很长一段时间 台湾早餐 中餐 晚餐 都得靠它 一直到日治时期 农家普遍是白米 还是会穿杂寒鸡腔 周遭变了耶 不只吃 还自称 在日治时期 因台湾的形状像番薯 来台的移民 就会自称 凡其要 那现代的番薯呢 现代哦 就是改良啦 番薯改良了一百年 诞生的品种超过一百种 我们便利商店 常看到的 是1955年诞生的 台农五十七号哦 回到现代哦 而台湾 没两颗番薯 就有一颗来自云林 甚至有举办 二十年之久的 番薯文化节哦 好吃 ambient 、进ła 门 吓成 门 门